接下来 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青年代表 来 第一位 刘昊 黄院长好 萨老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刘昊 来自北京林业大学 之前参加了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进达大会 获得了第二名 你参加这个党史知识大赛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 当时看片子的时候 我说 是不是我们题目出简单了 不错 你一下勾起了黄院长这个斗志 说 我就不信我出不了一道题 难导答 想试试吗 迎接一下挑战 现场黄院长给你出一道 好的 您问 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什么 应该是民主集中制 他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集中制 同学们知道吗 你现在像主持人一样 大概的历史阶段 你不用说得太准确 大概是历史阶段 我感觉应该是在我们 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三文改编的时候 提出了民主集中制 对 差不多 它是中国共产党五大时候提出来的 这就说明我们党很早 就把民主集中制 这个科学 第二个字幕就已经画了 告诉民主集中 就把民主集中和领导制 如果政府参与 难先 Ils互联断 三国公园里面 因为稳荣才能 好 有一点 我们才是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党员他的初心 他的使命 能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 本身就是一个党员需要过的这个关 许多人在这个诱惑面前 他抛弃了理想 放弃了自己的初心 这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依然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始终地坚守自己的信仰 同时把我们所信仰的远大目标 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紧密地结合起来 随时清醒地认识到 执着追求理想 执着追求真理的极端重要性 才能永远是共产党年轻 才能永远使自己保持纯洁的 共产党员的本色 实际上 你扪心问问你自己的历史 扪心问问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你给这个国家做出了什么贡献 我想答案就在你的行动中 谢谢黄院长 我想这也是我们 学习建党精神的意义所在 谢谢大家